一般做脸部的脸肿或黑眼圈的刮痧 最主要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从你的苹果肌这边 阴香穴 然后到你的全疗 然后到你的下观穴 再到你的太阳穴 主要是把我们苹果肌这边往上提 第二个步骤就是从你的地仓穴 经过夹肌倦 我们的下寒角 经过耳门 听功听慧 一直绕过我们耳朵后面 到这个异风穴 主要就是把我们下寒角这边 比较下垂的肌肉把它往上提 这两个步骤可以改善我们的法链纹 跟眼角的下垂 到最后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淋巴结 就是颈部这两边 两侧的淋巴结要让它往下的疏通 如果你还有一些眼部的泡泡眼 或者是黑眼圈 或者是鼻塞的一些问题造成的眼带 比较明显的话 你可以从我们的转足穴 经过湿足空太阳穴 四白穴到我们的精明穴 再按压我们的这个硬糖穴 那这样可以改善我们眼周围的眼轮夹肌 跟结状肌 我建议的一些茶饮 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能够帮助你脸部的一些水分 或者是一些经过的一些循环的一个茶饮 我建议说你可以用浮灵三浅 一人三浅 怀牛期两浅 那这道茶饮可以帮助脸部的循环代谢 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可以让你达到脸部呢 一个比较瘦脸的一个作用 除了你搭配刚刚的一个挂沙的 经过穴位的按摩之外 再按摩之外